大家好,这里是聊聊吧 今天来聊一下天文 在天文中有什么是最大的圣事呢? 又有什么可以直接用肉眼观察得到 而不需要用任何的仪器呢? 在2020年的年终的时候 将会有一个最大的天文圣事 它将会在6月21号报道 是什么呢? 日环石 什么是日环石呢? 这可是一个6星级等级的天文奇观啊 今天聊聊吧 来聊一下2020年6月21号的天文圣事 日环石 如果错过这一次 要等到什么时候呢? 让我们来聊聊吧 如果喜欢我们的频道 请记得订阅跟分享我们哦 6星级的天文奇观 日环石 6星级为什么是6星级呢? 因为这可是比5星级更少的天文奇观 日环石在台湾出现的比例 可以说是少之又少 而日石的出现又有什么关系呢? 主要是和地球 月亮 太阳的周期是有关系的 因为这三个星球的相对位置 而造成了日石 月石的现象 这时候我们来提及一个名词叫 砂罗周期 什么是砂罗周期呢? 砂罗周期是一个很特殊的天文名词 这个名词的发明的时间 其实是在巴比伦时期 当时的人发现太阳、月亮、地球的排列 会产生日时跟月时的现象 而预测这个太阳、地球跟月球 什么是会产生日时跟月时 这个就是一门很重要的学问了 砂罗周期代表了一个时间的长度 这个周期的长度是18年11天又三分之一天 而在这个长度的中间大概会发生43次的日时 和28次的月时左右 经过一次的砂罗周期后 太阳、月亮跟地球又会同样的相对的几何位置 出现在同样的天空上 但你可以注意到 18年又11天又三分之一天 因为这个三分之一天的关系 所以地球上的日时跟月时的位置 会向西移动大概120度左右的角度 经过了三次的砂罗周期后 在地球的同一个地点 就会同时再出现一次日时跟月时 所以大概需要五十几年的时间 很难吧?没关系 我们来讲一讲日时跟日环时到底是什么呢? 日时简单来说 就是在地球上看到月亮把太阳遮起来的状况 在地球上这个就是要做日时现象 而什么是日环时呢? 就是因为相对角度的关系 太阳、月亮跟地球 这时候玉月球无法把所有的太阳都遮到 这时候我们看到的太阳 就会产生环时的现象 这个我们称为日环时 而多久会发生一次日时呢? 日时在地球上一年最多有 可以发生到五次之多 最少会有两次以上 其实在100年内 地球平均会发生236.7次左右的日时 但是在同一个地区 如果你想要看到一次日时 大概需要多久的时间呢? 其实大概需要300多年 才会有一个日时的现象 前一次台湾可以看到日时的时候是 2012年的5月21号 那一次的时间是早上6点多左右 相对于那一次而言 因为是早上6点多 所以相对而言比较难以观测得到 而这一次台湾在哪里可以看到呢? 这一次最佳的观测位置 就在嘉义上下左右的地方 如果想要看到日时的话 2020年的6月21号 前往嘉义一定是没有错的 这一次的日时开始的时间 大约是下午2点50分左右的时间 这日最大期大约是在下午4点14分左右 结束大概是在5点20分左右的时间 所以这一次的观察的时间 刚好太阳都是在天空的时候 非常适合观察 记得在6月21号的时候 下午一定要看看天空 但请记得一定要用剪光的设备 或者用投影的方式 才不会对眼睛造成有所伤害 如果这一次没有看到 下一次要等到什么时候呢? 想在台湾再次看到日时的状况 大约要到195年后的现在 2215年的6月28号才看得到 这时候你就知道 你想要在台湾再看到日时 应该只有这一次的机会了 记得一定要有剪光的设备 而且日期是在2020年的6月21号 让我们来看看我们有生之年 可以在台湾看到的最后一次日时 好了 如果喜欢我们的频道 请记得订阅跟分享我们哦 感谢您的收看 并请分享给你的朋友知道哦 我们聊聊吧 下一次见 拜拜 by bwd6